樓弊 剛才被瀑布甩到口氣 蓋igan真侯 來到的地方 麻煩 Bunun泡沫有很多,一咖一咖 這些石仔很明顯水不停沖索 沖索才會形成魚石 魚硬比魚 剛好在水下來的囤積位 有很多小魚 幼稚園 這裏應該是魚的幼稚園 廣播太粗了 我真的很想丟一隻惡龜進去 是不是很賤賈 其實這裏的水剛掉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為什麼很漂亮呢 其實已經不太綠了 快點綠了 但又很清 一眼可以看到底部所有東西 不只是魚和石仔 全部都可以看 很棒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六公里 看著這些 其實是很舒服的很舒服的 唯一的遺憾就是 剛才那個瀑布弄到褲子都失去 要摸什麼彩虹 那邊摸到的 但是 來院看到那個彩虹的時候 心情突然之間很興奮 還有 很自由 水不停地摸下來 一刻一刻跌下來 哇 好舒服 心靜了 還有魚 好像可以減 水是這樣來的 但是它又可以不過去 蛤 有性格 那些魚 這裏的魚的性格一定很好吃 唯一的遺憾就是骨多 這些很明顯就是不上貨的 那些 狡猾魚 就是出來玩的 那些 雖然 船有什麼 回復成功 但是你看這些水 它經過這裏之後 我們在天熱的顏色裡面 分不同的層次流下來 你真的靜靜在這裏聽著 看著很舒服 很治愈 我覺得那些什麼抑鬱症 孤獨症 狂躁症 就要 站在這裏 留在這裏 喝茶也行 喝咖啡也行 不停在這裏聽這聲 看這些景 突然之間又很想播個BGM 沉未順落巴流水 單單交回過 絕不留下印 上面還有 上面還有很多都是這樣流下來的 很舒服 還有那些泡 你聽到那些水聲 這樣一來 那些泡在你眼前散開 好像很多那些白老 或者那些觀念 世俗給我們的觀念 就很容易沖開 很淡了 看上去都是淡了 所以旅行的意義就是 我們去塵頭我們的靈魂 需要什麼 或者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共鳴的東西 你們很爽啊 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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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裏做什麼 小鳥 那個叫什麼鳥呢 它屁股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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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它屁股是紅色的 哦 這裏好漂亮 這裏好多人在這裡 拍照啊 開播啊 真的是綠寶石 真的是國家級 或者世界級的綠寶石 好棒 水慢慢的推過來 轉個彎 然後流出來 好 我們上面還有一套橋 我們先上去那裏 進去 我們現在到了這裏 就看到 這個又不知道大多跌的了 我已經不知道大多跌的了 這個落差很大 而且這裏呢 水氣很大 開始涼 冷的 冷的那種感覺 很大聲 波度很夠了 它衝出來呢 有一個潭 水慢慢的湧出來呢 那個潭其實很深的 剛才也介紹過 又不跳下去呢 又冷的那些水 很容易就 2、3米的了 很容易就 很危險的 嘩 這裏又去了一個觀景台 小小的 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還有下面去到很小的橋 都是天然形成的 最多是自己加工一下 做一做它 嘩 好多魚喔 好漂亮 這些魚有些像 有些 跳廣場舞那些 有些散 有些散 這裏你看到 前面 那裏 是一級一級的 跌下來的 這裏所以叫做 68級的 跌水步步 看上去 是真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山山水水來講 看到這麼久 給它一些 很有沉滯的 又有顏色 又有沉滯 這樣分隔開 還有 這麼純正 這麼天然 還有 這麼純 靜化的水 看上去 好舒服 真的好像寶石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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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上去看看 我們上到這裏之後 我們看到 在景區裏 有一個 將水 自動喝過來 這個瀑布 這裏 這裏其實都可以說是半人工 但是我沒有數公佈了 要查一查才知道 這裏應該 你看 應該 就是 都不是說 應該是山上面的水 它飲流 飲到這裏 變成一個瀑布 裙 即是六十八跌 變成一個瀑布裙 壯 壯觀就很壯觀 但是 給我看上去 就不太舒服 但是 那些水 應該沒有問題 水應該不會是 水應該不會是 是的 它是鑽了一條道 將水全部飲下來 我覺得應該是山頂的水 這裏沒問題 這裏 我們來到這個 小七孔的第二個景點 叫做 水上瀑布森林 其實這裏沒什麼看的 就是在三個森林裡面 它開了一條路 我們在這裏走一走 然後你看到 有些水在山上流下來 小小的瀑布 這裏很涼 日到來森林這裏 很涼 現在來說是很冷 如果夏天來的話 應該會很舒服 空氣很清新雅 我們從這裏走上去 坐車點 然後我們坐車去 下一個景點 叫做 翠谷 這裏大家可以簡單地看看 水上瀑布森林的意思就是 小橋流水 沒有人家 就是這個意思 有橋 有流水 有森林 不過這裏水很清 那些魚就沒有那麼大 全部都是那些小魚來的 這裏的水很清 我們去一下 翠谷布布那裏 最搞笑的是 它寫著一個星級公廁 是什麼 公廁變了標誌性的建築物 真厲害 我們說回正題 翠谷布布裡面 你看到上面 那座山裡面 就已經有勃勃開始淋下來 淋下來 這裏當然是人工 任為去建設的 這個潭 是任為去建設的 很多人在打卡拍照 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景象 是很漂亮的 特別是現在是晴朗的 有太陽散過來 那時候是很棒的 上面的瀑布 我們慢慢遇到這邊 走過那些 有車過 我們現在到了瀑布 我們現在到了瀑布 就是最後一個景點 剛才其實它還經過了一個景點 叫做室地 但是沒有開 還有很多那些 還有很長的吊車 工程車 它室地 也有一個很大的瀑布 也挺漂亮的 而且最重要是有太陽 曬到進來 黃倫騰這裡 曬不到 如果太陽曬下來 拍著瀑布的時候 很漂亮 下面就有一個室地 它又 達建了一個小公寓 不過現在又封閉了 沒有讓你玩 我們到了這個位置 它是可以漂流的 但是現在是 現在漂不到流 現在這麼冷 誰和你漂流 是不是 夏天來的朋友 就可以漂流 這裡有很多 禍龍潭的 那些 藍色的照片 這裡的水 其實 嘩 特別綠 就是藍藍的 綠綠 真的好像寶石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的水 其實真的很難 很綠 很綠 藍和綠 集在一起 就變成 好像寶石一樣 很美 難怪叫禍龍潭很美 這裡也算是一個瀑布仔 我們走過去潭那邊看看 但是因為是靠這麼淡 如果是夏天肯定很涼爽 但是現在這個天氣比較冷 真的冷 那兩個女生可以穿短袖 很厲害 很厲害 不冷了嗎 應該很冷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就不是綠 是藍色 真的好像藍寶石一樣 很棒 好像我們寫的那些 寫功課那些 藍色的那些墨水 很棒 我們沿著這個禍龍潭 先走一走 在這裡我順便提一下 那些想來玩 想來貴州玩的那些朋友 你肯定要去景點的 我們去來貴州玩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我們入每一個景點 你一定要記住 你不要遇到走全程 走不了的 它大部分的景點都是那些 遇到那些山里 還有那些水 那些自然的那些地勢 那些地勢 就算它搭了那些站道 人下那些東西 其實它都是很自然的景觀 很大 你無論是千戶苗寨 大鶴谷 或是那個 凡靜山人也不用說 對不對 還有這個麗波也是 所有的這些景點 特別是凡靜山 你千萬不要想著 我走一段路 我只是坐熟度 我不坐車 或者我只是坐車 不坐熟度 我坐熟度上去 我走下來 一定不行 這樣你真的可能要 早上八點幾 玩到下六點幾 這樣就可以 然後到六七點 還有這個景點也是 其實整個麗波的小七 孔大七 有21 22公里這麼長 想想如果你是走 你走到什麼時候 也有 也有人走到的 你也可以走的 夏天的話 你可以早點來 還有如果你 像我們這樣 從貴州的 由上面 不不便 游到南邊 你玩過幾個景區 特別是你上半天山 腳軟 很累 再走那麼遠 那些景區 其實是很累的 你走不到的 坐車去看 有些地方一定有暴行的 大部分都是 它景點裡面 會有那些觀光車 給你坐的 這裡就是一個拍攝的地方 我們走前一點 就淫少一點 去那裡 我們就拍些東西 拍些照 這裡其實幾亮 真的幾亮 按指定石仔 世界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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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樹真的好美 拍一下那棵樹 水裡面飄出來 我看看這邊拍到 那棵樹 對呀 水裡面飄出來 水裡面飄出來 還要開枝散葉 這個 不是呀 這邊拍不到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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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這一棵樹 你不看 你不覺得 這裡是自然的 你覺得它真的是 好像化學污染了 爛得很厲害 好美 爛的鏡子 這裡叫做禍龍潭 還有觸法的 飄流裡面飄 哪裡飄下來呢 我也想看一下 其實這裡如果真是說真的 我看這麼多 貴州的沙沙水水 我覺得貴州的那些水 特別是這些 潭 或者是這些 河道 或者是那些 好像大亞谷那些 它說是儲水 天然的水庫 但是那種水 讓人見到 你是想跳下去游泳 太清了 很舒服 看下去就想游泳 不過一凍而已 夏天一定是這個 如果是夏天 我們一定去飄流 或者下次再去飄流 OK 我們稍後就會坐車回去 我們是貴州行 基本上 這次人不知去哪裡 就選到貴州 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集去哪裡 真的還沒計劃好 到時先算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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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